創下這個週末網路上最有梗的 就是這一張照片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韓國瑜跟侯友宜之間的距離 因此呢 移動椅子都變成網路的笑梗 然後呢 這一回合的同台 好像創造不出正面聲量的同時 今天郭台銘又殺出來 衝出江湖 其實這張照片 從禮拜六到現在為止 大家一直在談 然後一直在笑 在笑什麼 可是裡面其實你看那些臉 還是露了一個人 最偶的人呢會叫做朱立倫 次偶的叫做趙少康 然後呢 韓國瑜呢會覺得很無難 但是侯友宜可能還覺得 他小一小兩已經得逞 可能在沾沾自喜 這是最荒謬的一幕 因為呢 這個場合是什麼 黃復興黨部67週年 然後67週年呢 朱立倫作為黨主席想盡辦法 讓整個邀請韓國瑜要去 趙少康也在這 黃復興也是支持者吧 支持他的人 所以趙少康也去了 侯友宜也把他叫來 然後其實是朱立倫就想要去創造一個 他創造了一個舞台 讓這個侯涵之間 終於有會面有同框 但是呢 侯友宜那邊呢 是謝龍介先這樣放出來 說哎呦可以同台囉 可以怎樣秘密的 所以你要記得禮拜五的時候 朱立倫還講了一句話 那場會議是我主持的 所以這個功勞是朱立倫的 但是現在朱立倫大概完全拒絕了 因為考出這一場之後 沒想到侯友宜給你一個舞台 都不會演 演得變成是一個笑話 第一個笑話是什麼 先前的時候呢 就很多人在討論說 其實就很簡單嘛 你侯友宜跟韓國瑜 公開鏡額面握握手 以韓國瑜那種個性 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這樣一個個性 不難嘛 為什麼沒有呢 原來後來大家知道 當時有人講說 可能侯友宜很害怕 因為下面的人可能會喊的是 韓國瑜選總統 韓國瑜動帥 就那一天的時候 韓國瑜進場的時候 真的是先喊 韓國瑜選總統救台灣 韓國瑜動帥 那侯友宜好像反而沒有聲音 所以到底誰該選總統 這已經夠尷尬了 然後去到那邊 要去坐的時候韓國瑜 先把椅子跟老趙靠近一點 然後就拉開了 所以這個就是史上最遙遠的距離 這個H本來是愛馬仕的圖騰 我告訴你 現在變成侯寒之間最大的距離 而且韓國瑜很妙 韓國瑜幾乎黏著這一個趙紹康 然後呢 這個感覺上侯友宜好像確診 身上可能帶著強烈的病毒 所以韓國瑜要離他遠一點 所以社交安全距離還是存在的 而且他們兩個人裡面 整個場合裡面互動是什麼 是朱立倫 拉著他們兩個人有握手了 有講話了 但是呢 後面就會讓侯友宜看了 人家覺得說 這是選總統的樣子嗎 為什麼 他韓國瑜重新講話的時候 侯友宜悄悄的把韓國瑜的椅子拉過來一點 但是韓國瑜回來坐的時候 又把椅子給螺過去了 所以這個距離真的太遙遠了 而這樣一個太遙遠之後 那你就變成這本來是一個要做出來 韓侯之間好像破冰了 但是大家發現說 以韓國瑜的個性 就會保持這樣一個距離 可見韓國瑜 就算他想要跟侯友宜 放下心結 下面的人 他的支持者大概都不會接受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相信連金普通應該心裡 我不知道金普通是怎麼想的 連這個場子裡面金普通不知道有沒有開始管侯友宜的講話 管侯友宜的講稿 給你這個場合對不對 你就要學郭台銘嘛 九十豆鞠躬嘛 道歉嘛 結果呢 是說上次選舉的時候 造成了他一個身心俱疲 誰聽了一點侯友宜在講什麼呢 對不對 其實韓國瑜上次選舉我們覺得他覺得很快樂啊 身心俱疲 給你這個場合 侯友宜道歉也不甘不甩 對呀給你這個場合 像我如果對不起黃創下 我就會說黃創下對不起啊 抱歉啊 對你抱歉啊 就直接道歉就好了 他還要繞了一大堆彎 繞一大堆還是沒有道歉啊 什麼叫身心俱疲 然後就韓國瑜上去之後 沒有講出侯友宜三個字 在講夜席信號一響的時候 我們就集合在一起 但是這個信號一響 搞不好是郭台銘的信號一響 搞不好是換侯的信號一響 誰知道他什麼信號 侯友宜呢 回去之後又發揮他的小聰小智 所以在臉書裡面 就重新談了夜席 把這話抄一遍 那你覺得這樣子一個過程中 像一個韓本會原諒的人嗎 像一個韓國瑜覺得說 哎呦你真的比我行嗎 都不會嘛 所以這一個場面 弄到是整個國民黨 侯友宜是更難看 然後更難看之後呢 但是侯友宜呢 現在其實有一點狀況 面對這個局面 是美麗島電子報 第三次小三 十七點九 十七點三 而十七點一 而這十七點一的狀況 就是小三定了 那最後他要衝上去 所以他現在呢 開始就是絕對的要站在 民進黨的對立邊 想要成為反律 他的一個教主 所以呢他開始 又講到核能的問題 但是核能問題裡面 所有人都傻眼了 因為我是理工界的 工業界和那個科技界的 傻眼的是重啟核一 核一是2019年正式除役 所以這幾年都在拆 所以核一其實在裡面 很多的管路 很多的設備都被拆掉了 你要重蓋 可能就要五六年以上 你怎麼會想重啟核一 而且核一在哪裡 在新北 如果他在那個屏東 在台東也就算了 你可能搞不清楚他在進度 在你的地方 你要重啟核一 那當然民進黨 當然會繼續去談 那個所謂的干世除辰潮 不要談干世除辰潮 你一個新北市的大家長 在你新北的核一 都已經拆了四年了 那個工程 那個整個管制 那樣大的基建 不斷的運出來 你都不知道 而且現在核一是暫存 一些核廢料的地方 你都不知道嗎 所以核有儀的草包 這個狀況是更強大了 也因此呢 這個局面裡面呢 真的是國民黨 恐怕真的要吃四海猶榮了 因為有一個人看到了 就覺得他該出來了 郭台銘昨天晚上發臉書 前天晚上發臉書 對 然後呢 放過孩子吧 然後拒絕荒謬透頂的三加一 三加一那件事情 確實引起很多老師 很多大學生的不滿 那大學生是覺得 寒假暑假多珍貴啊 你要我暑修 他們平常可能就被盪掉 暑假都要補修了 還有時間去這個 所以學生已經很不舒服了 然後對於很多特別是 那些理工科 理工科你要這樣子趕工的 這樣子教法是沒辦法的 所以郭台銘就很清楚 放過這個荒謬透頂的三加一 然後呢這裡面呢 又特別他也承認 其實我們對公立大學的補貼 這個大學生國家一年是補貼到 三千三百多美金 而一般的實力大學百分之五十六 你看他至少有做功課嘛 然後只有一千七百多 所以應該補貼思想 然後就講了那麼傻傻 那郭台銘這個動作是什麼呢 當你侯友宜根本不知道 你在做什麼的時候 郭台銘已經從美麗島電子報裡面 看到一件事情 他的對手叫柯文哲 對 然後因為他這個呼喊 他已經不是跟那些地方派系 牛鬼蛇神 不是跟國民黨呼喊了 他是在呼喊 那些柯文哲的選票群 OK 因為他有看到他說 他現在發現說 柯文哲馬上就掉了七點九嘛 那七點九 我們一算就知道 因為七點九之後 柯文哲回到百分之二十 你回到美麗島電子報那個民調 當沒有郭台銘的時候 柯文哲就是維持那個底趴 我跟你講柯文哲的民調是二十八趴 然後沒有郭台銘的時候 他少八趴 所以他是少掉二十八分之八 那說穿的是 可是柯文哲少了將近三成 意思就是說 郭台銘如果出來的話 吃走郭粉 或者讓郭粉回到郭身上的話 坑者會直接掉三分之一 所以柯文哲的二十 就是他過去的一個底盤 你回到美麗島電子報 如果郭台銘當時 就是沒有郭台銘的時候 柯文哲就是二十 所以柯文哲就這麼多 所以郭台銘現在就開始攻這件事情 攻年輕人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七月二十三號之前 郭台銘當然不會在國民黨 正式開權貸會之前 也許正式宣布啟動連署 因為那九月十二號的事情嘛 但是郭台銘從出江湖 郭台銘剛好幫忙去站台 然後現在就變成是朱立倫 或是金普聰 胡友寅你的麻煩啊 你沒有砍人 對 那你今天怎麼砍 郭台銘今天曝光的是到台南的其中一位立委參選人 等於是郭台銘直接拉小雞了 然後呢 小雞基本上喔 這個要選舉 本來就希望有版面有造勢 今天如果郭台銘沒有出去的話 事實上這一隻小雞也不會有版面 然後這一隻小雞叫王家蓁 其實呢 在今天版面曝光之前 大家都不太認識王家蓁 王家蓁第一天站到全國版面 大概就是今天了 但不管嘛 對 那是郭台銘的效應嘛 小雞選舉就是這樣嘛 不是賺鈔票就是賺選票 不然就是賺聲量嘛 如果他給了王家蓁 這樣一個效應 那其他很多普於曝光 沒有機會的人 那些國民黨的小雞 會不會比照拜你 會 尤其是國民黨的那個八個界條 第三條 不准由非國民黨的參選人來站台 這次郭台銘有沒有宣布參選 沒有 沒有啊 所以他能不能站台 可以啊 然後他站台 這些小雞要不要請他 那他如果一路站了一二十隻小雞 然後小雞最後直接倒戈 鬥到郭身上了 他就可能從小雞身上 刨掉國民黨真正的根啊 是啊 這個東西就已經變成了是 二零零年 連戰和宋楚瑜之爭 那宋楚瑜也就是到處的私下站台啊 到處的去幫忙啊 那上等到他11月11號上午11點11分 宋楚瑜很迷信這個 所以都是八個移之下宣布參選 之前就跟郭台銘現在一樣 都跑完了 都建立過了 然後後面他們就會看嘛 看情勢如果整個 郭台銘真的能夠贏過侯友宜 那剩下就是跟柯文哲PK 那至於侯友宜呢 大概國民黨內部裡面 放棄他的人會越來越多